大家好,我是中国老师 我现在在中国北京长安区国报这边的家里大纸店 那我们这段时间呢是跟随越南的企业到北京来出访 那我们这次非常幸运呢有一个我们在北京留学的越南留学生 过来帮忙一起做接待活动 那他在这边留学那今天我们请到他呢给我们详细的解说一下 越南朋友到中国留学需要办怎么样的手续 你好阿凯 你好 时间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我叫吕黄海 我来自越南亮山省 然后我现在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原文学专业 你在这读多长时间 我在这多两年了 我现在大四的是因为养的疫情吧 可以在这里 大概两年 两年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这边的留学体验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这里的无论是交通还是安全还是生活环境都是非常的适合学生来学习的 因为北京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城市 可以四到五级就可以申请了 就首先需要在越南考一个汉语等级考试的四级或者四级以上的等级证书 是的 那考到证书之后如何申请 之后你可以通过一些留学的中心机构 留学机构 留学机构 让他们办手续 手续也不是很麻烦 也可以自己去办 自己去办自己的成绩单 自己的推荐信 校长的推荐信 这些都很简单的 在网上自己申请也可以 可以在网上自己申请也可以 那这个手续大概办下来需要多多时间 我之前办的话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我是自己办的 但是如果通过机构的话 几乎自己都不用管了 那这个费用的话大概办下来多少钱 我自己办的话 之前算上来人民币的话 是两千到三千块 那很便宜 因为是便宜很多 那你申请的是有奖学金的吗 我申请的是有奖学金的 是你带一路 国家的奖学金 是中国政府给它 那它每个月大概发放多少钱 每个月的话会发放 首先学费是免的 然后住宿费 学校会有给七百块的补贴 还有两千五百块的生活费 非常的多 那就是三千两百块了 那确实不错 够生活的 当然了 就是让对于学生来讲 就不用的 就不用再考虑生活 或者再出去外出打工 可以集中精力 专心来学习自己的专业 那如果是正在就读大学的大学生 他要申请的话 其实正在读大学的同学 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也可以自己 拿自己高中的成绩单去做 然后自己去中国留学的话 还是重新要读的 因为有一些学校 他可以是你在读大二的 你可以继续在中国上大三大四 但是两个学校 他有那个合作了 那是一般的 你要看这个学校 那一般的话 你要重新去学习一下 所以要 你到中国 你要从大一开始的 明白 就是说 如果是正在读大学的 需要自己的高中成绩点 然后拿这个重新来升级 有的可以直接 从大学二年进去 大学三年 有的需要重新来 试大一学习 那在中国留学的话 就是说学费全面 如果考上这些证据 申请了 然后另外还有 每个2500块的负贴 还有一个700块的 那这样还是很错 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 去台湾留学的 对吧 在那里 越南也有很多 去台湾 谢谢 谢谢 就是他们 去台湾的 真的 了解 看到大陆 留学的 还有很多 不了解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今天就这个 留学情况说明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 了解一下 中国大陆的 留学情况 那下一期呢 我回到越南之后 再请我们在台湾 留学的越南留学生 做去台湾留学的详细说明 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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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打热 喝茶了 开始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国老师 在越南首部河内 那上周 我带越南的企业家领导 去北京好茶 那我们一起做服务工作的 有一个越南人的生 在北京的 那他向我们介绍一下 越南人 如何呢 去中国留学 以及讲学金情况 还有如何申请 那今天我们请到了 在台湾留学的 各个学生 那请他来介绍一下 越南学生 去台湾留学 如何申请 你好 那前面你去台湾留学对吗 对 那现在我们想了解一下 越南学生 如何去台湾申请留学 如果是要学生 去台湾留学的嘛 要找一个中心的 然后学力要快点 大概最少是6.5个高中的学生 高中的那个水力 比如说他刚高中毕业 对 准备读大学的 对 他想去台湾读大学 嗯 就是要考汉语等级 6.5分的吗 就是他的高中 哦他的高中分 高中分 对 哦 6.5分 对对 满分是10分的对吧 嗯对 满分是10分的 10分很难的 好 就是考6.5分才可以 对 6.5分才可以 那去台湾申请 需要什么手续 应该都是租记 我都把我们做的 就至少不做的 嗯 嗯 然后应该是身份证的嘛 然后学义的 嗯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嗯 那如果是说申请的话 时间花长吗 十千花不会太难的 一个月 一个月 对一个月 嗯 然后你要学中国的嘛 嗯 中国的 然后大概三个 费用 费用高不高 嗯 嗯 应该是那个 应该是那个 不是费用 费用 啊费用啊 费用啊 费用是 两千美金 三千美金 三千美金很多了 大概三千美金 嗯 现在是一千八的 一千美金的 好 那比如说大家去申请平安留学嘛 嗯 哦 能能否拿到费用 以及如何申请呢 嗯 这个 就申请有 一年不用教学费 一年包 吃包 桌 嗯 这样子 一年包吃包肉 一年包用教学费 对 一年包 然后随私 那有没有奖学金 法在你手上 就是 有 就是没有算很少 很小 对 大概一到两千的 一个月 一千五到两千的台币 台币的 对 那怎么会够生活 很小 因为基本上你不是 那个 七五八年就 生活会的 全包了 全包了 对啊 一千两千的就 比较晚上 小的 去吃不吃 就买日常生活用的 对 OK 那这是高中的 那如果是大学生 他现在正在 越南读大学的 他想申请去 他就觉得 那这样子 你就 到时候吧 如果是 在这边是大学的嘛 目前去台湾 可以 你感觉他们 一万到一万五百 有八五十一 一万到一万五百米 一万到一万五百米 台并 一万到一万五百米 对 对 好像他的学历 那我上周在北京采访 是一个 他读研究生 研究生 对 他每个月会获得 七百的成果得比 是 这个是 教育付费 另外还有一个 两千一百 三千二百米 总共是三千二百米 三千二百米 三千二百米 当然他的学费也是全面的 全面 啊 宿舍也是全面 吃饭 吃饭的话 给他的这个补贴 嗯 对 七百五百米 七百五百米 对 还有一个三千二十 生活五百米 嗯 算起来就是 大概 差不多 一千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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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生活 对 但是就是我 而且文化 很多钱 十五十二百 文化 嗯 随备的路线 但是有一点 叫北京太冷 对越南人来讲 看 很难 很难熬 这冬天很冷 冬天零下十五度 零下十二度 十五度 十二度 十五度 很难 在越南 最低是应该是 零度 我昨天从北京回来 昨天白天只有六度天晴 六度 六到十九度 你很冷 在大陆 对 对 但是也还是很多 越南越前 因为他这个政策 比较好一些 对 那就是说 如果是说成年人 或者说他已经在读大学了 申请的话 是可以拿到比较多一点的 相比进化 对 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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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也是在中心去办 对 中心去办 好的 好 谢谢您 谢谢 感谢 感谢 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请来小语 分享来去台湾留学的办理手续 好 那给我们想要去留学的台湾 这个越南学生的提供一个参考 好了 本期节目佐治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